跑個交軟體之類的 就是聊個天交個朋友這樣 後來就是剛好遇到 就是聊得來的女生 然後丟一系列幾個 然後就是丟錢進去 然後拿錢回來 我想說這個遊戲好像可以 就是慢慢這樣轉慢慢這樣子 你怎麼在看我的影片 這是認真的嗎 認真認真 而且你還看得到我 他那時候其實投稿的時候 他有特別講說 他很想看看接下來的財務規劃 可以怎麼樣 因為他跟我有類似的遭遇 有多少花多少 對對 沒錯 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我基本上就是月光煮 沒錯 我吃吃喝吃很兇 就是可能跟朋友 就跟他吃個七八千塊飯 我都OK 那你之前可能有交 就是女朋友的畢業嗎 對對對 你不能讓這個詐騙事件 影響你更多 因為我了解那個 講出來的勇氣有多大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安耐預防術 今天呢來到我們珠巫杯歌系列啦 今天我們的網友投稿是劉沛 大家好 我是劉沛 目前住在新北市淡水區這邊 我今年31歲 然後這裡租金我覺得我能接受 但目前還是沒有這個 足夠的資金去做一個買房的規劃 所以今天我就是想請安娜 幫我指點明鏡一下 我該怎麼去做下一步的人生規劃 這樣子 在這之前呢 我們先來請他介紹一下 他的這個租屋空間 OK OK 好 沒有問題 租屋空間的話 目前進門看到的左手邊是預測 然後右手邊是流理台跟衣櫃這樣子 這一塊是我沒有在用的區域 閒置的空間 發發跟桌子 然後床 跟我主要活動的地方 就在這塊電腦桌這樣子 對 平常就這樣子 那你這樣搬進來多久了 我目前大概108年搬進來 大概四年 你住在這邊四年左右了 OK 所以你的工作是 我是職業軍人 職業軍人 所以聽起來其實是一個滿穩定的工作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看到他的環境 其實覺得沒有到杯哥 可是劉沛本人好像有一點點杯哥故事 那待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想說在這之前呢 我們先請他聊一下 在這個租屋空間裡面 你最滿意跟最不滿意的地方是哪裡 最滿意的話 我覺得是B2的支收場 他就是不用自己追垃圾 而且丟了你就自己回家了這樣子 我覺得是很棒 而且還有B1跟B2的 就丟了空間這樣子 這是我覺得這一棟最棒的地方 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因為 大家看到就是窗戶就沒了 就沒有陽台什麼的 我就不能 晾衣服這個動作 所以就是得去B2的這個洗衣房 去投幣式的洗衣跟烘衣這樣子 因為其實他這邊不是一般的老公寓 他是新式的大樓 然後他們當初規劃感覺 就是把這邊隔成小小小小套房 剛剛我們走過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廊道上面是隔著很多小房間 像飯店一樣 所以他這邊的房間 就是真的是非常豐盛 就這樣一格 就是他的租屋的地方 那個他沒有陽台 我覺得是可以想見的啦 如果平常沒有陽台的時候 除了烘之外 你就真的要把 濕濕的衣服晾在這邊嗎 所以我不會晾 我永遠都會晾著 因為其實這樣也會比較超濕 而且我覺得像今天下雨天啊 我就可以感覺到 這裡面濕氣也會比較重對不對 那我想說至少 因為冰箱閒置嘛 他們想說放了一個出濕機 問題就是空間可能 連放出濕機都很難這樣子 對 我還想要放哪裡比較好 就是其實你的窗戶 到底是可以開出去的 他左右兩邊可以開 來 中間都是一個玻璃窗而已 他是這種橫式的 對 所以其實他是對外窗 而且你看他的動具其實蠻寬的 所以我說這其實不算租屋北格 來 你的租金多少錢一個月 目前是七千塊一個月 之前是六千五 那去年底房東給我漲五百塊 他的理由是什麼啊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對 對不起 這一集播出的時候 應該會是在二四年的年初 然後我相信到時候 大家也會經歷一波就是房東 漲租金的狀況出現 然後之後為什麼呢 我們會在就是其他影片分享 但是現在劉沛這邊就是 七千塊一個月 是是是 電費跟水費呢 台電賬單 自己腳 都是自己腳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活動區域好了 他其實是個非常學生宿舍的感覺 是是 這就是大學時期我看到室友 哎呦 你怎麼在看我的影片 這是認真的嗎 認真認真 而且你還看不到我 我還看詐騙那個 為什麼你要看那一集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對被詐騙的其中一員 你是怎麼看我的影片 有得到比較多安慰嗎 有一點 因為你金額比我大很多 對對對 因為剛剛我其實有跟劉沛聊一下說 其實他就是爸媽家也住台北嘛 那怎麼不會想說就是住在一起就好了 因為本身就是跟家裡人關係不太好這樣 對對然後又距離公司比較遠 所以你現在的性質是 就下班後就可以回家 那目前是這樣沒錯 他那時候其實投稿的時候 他有特別講說 他很想看看接下來的財務規劃可以怎麼樣 因為他跟我有類似的遭遇 好那我先問就是 你當時遇到詐騙是在兩年前對不對 差不多 好那這個詐騙是什麼樣的背景之下 當時就想說 滑個教軟體之類的 就是聊個天交個朋友這樣 後來就是剛好遇到 就是聊得來的女生然後丟一些連結 然後就是丟錢進去 然後又拿錢回來 我想說這個遊戲好像可以 就是慢慢這樣賺慢慢這樣賺 對 那後來越丟越大筆 但是卻沒有回頭 我就覺得怪怪的 數字過了不久 他們就真的不讀不回了這樣子 所以他並不是一開始就跟你講說 欸有一個連結 你趕快點進去 我們一起玩這個 所以他跟你聊了一陣子 是是是 然後給你一個遊戲連結 他說這個是可以賺錢的 對對對沒錯 你當時聊一聊你 你放下戒心了嘛 那你有覺得說 這個女生好像蠻喜歡他的 然後他邀我一起玩遊戲 是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是利用大家這樣 如果下次大家有興趣 我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騙女生的 有那種慣用騙女生的 當時你總共這樣 前前後後放進多少錢進去 然後是拿不回來的 大概八十萬左右 第一筆儲蓄就是 他裡面總有一百零幾萬這樣子 就擠了好幾次 然後弄了八十幾萬 然後丟進去 什麼都沒了這樣子 他當時給你的回饋是什麼 就是我頓多少錢 然後就可能玩遊戲 可以賺一七錢回來這樣 我一開始放了差不多八萬九萬吧 點他遊戲裡面的機制這樣 然後就可以 你可能每天可以領一萬 每天可以領幾萬 慢慢領回來這樣 然後你算過覺得 欸這樣真的可以賺錢 然後後來就是可能 他有框一筆大項目 這個小組一起丟一個 例如說一百萬的項目 所以這樣一丟進去之後 就不回來了 好所以當時八十萬沒了 然後其實也知道追不回來對不對 你有報警或什麼嗎 因為他們當初要求 就是匯進那個遊戲戶頭的時候 錢是不能備注 例如說我可能轉錢給你 我要備注 這是早餐錢 這邊有一個小tips 如果你想要不要注任何的金流 然後他跟你講說不要放 不管是任何理由 都很奇怪對不對 對對對 這件事情到現在已經發生兩年了 是 然後那些人早就已經無知去向對不對 肯定肯定 就是這件事情也給大家一個警惕 就是用玩遊戲的方式 讓你覺得好像可以賺錢 但其實就是詐騙 是 那你之前可能有交 就是女朋友的事業嗎 對對對 前一個的話大概在107年分 大概五年前分掉了這樣 所以當時其實是有交往經驗的 是是是 當然 交往多久 那時候大概交往三年半 欸 其實也是有一段時間 是是是 可能那個交友軟體真的 對 就是可能已經練習很久 或是什麼很有經驗 就是先跟你正常的聊天 正常的相處 讓彼此可能放鬆 你們有碰過面嗎 沒有 完全沒有 總之我覺得最簡單的一個法則 就是只要任何網路上的交友 跟你涉及到錢相關的 都不要碰 因為我覺得啦 公教人員 像軍職嘛 的生活圈也相對單純 同儕的影響力很大 如果今天旁邊的人跟你講說 欸 我參加什麼聯誼聚會 有認識不錯的女生 拉你一起去 你可能就會更放下戒心 但是說不定那裡面也有混著 可能心懷不軌的 異性這樣子 這件事情應該沒有 因為我覺得 我看你現在感覺是 有幹嘛恢復了 只能說釋懷了 我也整個放下 對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像遇到詐騙這種事啊 很多人都不喜歡對身邊的人講 那這件事你的家人知道嗎 不知道 什麼時候開始跟家人的關係 到幾乎不想要往來 我感覺我自己啦 從國小國中 我就覺得 住在家這個家中很痛苦 尤其是嚴格管教那種感覺 就是他鋪路給你走 你就必須走這條路 我爸爸是警察 就家裡人要求我去考警察 實際上我根本沒興趣 對 所以到現在就是跟家裡 都保持這種淡淡的關係 那今天怎麼會想說 可以這樣在我這邊 這樣公開分享這件事情呢 我想說 怕有類似經驗的人 對對對 因為我了解那個講出來的勇氣有多大 尤其當然可能會有很多人追問一些 你可能不想要去談的細節 是是 到這邊的話 我們就進到理財規劃的階段好了 行 OK 好 那既然你問 我就會想要了解更多的細節 可以可以 比如說你一個月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就是現在年資累積到現在 目前是四萬四左右 然後你們有任何年終或 bonus嗎 有年終的話 2.5個月 或是將近10萬 9萬10萬而已 9萬10萬 好 那我們9萬10萬的 bonus就不算 我們來直接算4.4然後乘以12個月 所以一年大概是可以52萬左右 你另外有在做其他的投資嗎 完全沒有 股票怎麼都沒有 對對對 完全沒有 因為始終資金也不多 那看就白看這樣 所以我想要請專業的教我 我到底應該怎麼慎重地走第一步 對 沒錯 沒錯 問一下就是 這個可能比較隱私 但是還是想了解一下 現在你的存款有多少 就是可以動用的現金部位 就像我剛剛說 那一筆儲蓄一百零幾嘛 把80丟出去之後 剩下二十幾嘛 但是因為就是 因為被詐騙就覺得 這種錢就是身外之物 有一陣子去解 解出來花這樣子 裡面剩下大概15萬吧 所以現在15萬在那個保單裡面 然後但是現在的話 薪水的部分就是 有多少花多少 對對 沒錯 你可以這樣理解嗎 我基本上就是月光族 沒錯 因為心態已經就是 fine 就是錢就這樣吧 我已經沒有錢了 無所謂的 好 那你今天找我來是對的 因為其實四萬四嘛 那你有要養家嗎 沒有 因為畢竟我 跟家人沒有很多的聯繫嘛 對不對 每個月房租嘛 手機 水電的話是兩個月的台電賬單 所以兩個月繳一次就好 所以一個月大概1500而已 剩下的就是可能刷卡 然後吃吃喝喝這樣子 我吃吃喝喝吃很兇 就是可能跟朋友 就跟他吃個七八千塊飯 我都ok 該不會年輕人家吧 那就是花錢就是這樣 如流水這樣子 對 算是我每天可能下雨天不出門 叫個熊貓 我可能一餐就叫個三五百塊這樣子 反正也全部要什麼錢 你覺得不能這樣 因為其實還很年輕 你可以給自己一個目標 你先有一個目標 例如說我先存到三十萬 三十萬對你來講 現在會覺得很遠嗎 要看每月存多少 因為我現在還有就是一張儲蓄保單 是每個月五千三 好 那我知道他應該有什麼方式 來 我直接告訴你 你很適合去買預售物 因為他就是強迫你一定要在每個工程期繳錢進去 跟那個保單的意義是一樣的 但是依我的薪水能繳得出來嗎 現在你的問題是自備款不夠 以你的薪水來講 不用擔心工程款或是貸款繳不出來 但是一定要有置產的觀念 就是把錢存下來的觀念 擺房地產很多人都覺得非常難 但是我覺得你第一個目標在二十四年 一定要存到三十到四十萬 可是你想你每一個月存到 好一萬五就存一萬五加 bonus 你 bonus 不要啦 就花掉你竟然有十萬 bonus對不對 好 我們一年就設定二十萬就好了 我覺得你不能再有一餐上千塊這種想法 當你開始有第一筆十萬塊累積之後 你的心態會不一樣 積少成多這個概念 每個人都知道 但第一步很難 當你開始第一個月真的有存下兩萬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其實我做得到 你就會有第二個月 這跟減肥非常像 那我覺得你現在比較困難 是就算你把這個兩萬塊放起來 你可能下一次看到什麼東西 你又把它花掉了 所以或許現階段 你要的不是先去買一個房子 因為你還沒存到頭七塊 你可能是真的要去銀行跟他買一個 例如說三年的定存 或者是什麼五年的保單 這個東西你再買一次 不然你的心態就會是 算了啦 先花掉再說 這個心態會讓你很難有累積的資產 好 我這樣講好了 當時我六百萬沒有的時候 我的確也會想說 六百萬沒了 我要拍多少影片 我要上班多少個月 可能我一輩子都沒辦法累積到 可是你換個心態想就是 這六百萬本來就不是屬於我的 你不要因為這本來就不在你命裡面的東西 然後喪失掉你本來有的能量 跟接下來要累積的資產 你不能讓這個詐騙事件影響你更多 那因為既然我們今天是比較多心理層面的 我們再多問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相信很多 尤其是台灣的小朋友 跟家人之間關係 並不是這麼的融洽 那這會影響到你 教育下一代嗎 影響是影響到我 讓我知道我必須不能這樣做 我可以帶他們玩 但是我會給他們一些方向 但我不會去硬性要求 你怎麼走這條路 我當然不了解你原生家庭的狀況怎麼樣 可是有些時候如果跟原生家庭切割的話 你本來可以有的一些資源 或是支持就會變少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也投稿到我的IG小盒子 或者是寄信到合作信箱 告訴我說 你想要投稿租屋杯哥系列 有時候不一定是租屋很杯哥 或許是你個人有一些東西想要問 或是想要買房的建議的話 也都可以投稿到這邊來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